别说是甜的 可是啊 你好 你好 田春 76岁 丧偶 交合两米加工厂退休 退休金3000元 家住吉林 住房面积136平米 汉哥 咱家多少行啊 136 136啊 是你自己住吗 我自己住 这个就是松江路 就是这个地方 它是江边 这不就是江边 你这地点也挺好的 眼睛一看 看停楼园 这块吧 就这个江在家拐个弯 所以这山边都看着了 就是围绕着呢 你看其他那有些江景房嘛 看不到这么多 有的就只能看见一面 对对对 你这所有都能看见 是 所有在厨房里都可以望江望山 你看看 田大哥这处大房子 不仅南北通透 还地处江边 从29楼往下一望啊 各路景色 尽收眼底 这边那个厨房也挺宽敞的 哪里是大厨房 一个做饭 一个能没在 这个路是吉利市的景观路 那晚上是有亮灯吗 有啊 第二是有路灯 还有景观灯 就晚上也能在这看看夜景 龙台山那有一个用灯光打的那个龙 龙翔 你这衣衫包水的 那边还有山 然后这边还有水 那就是火车 能看到吗 红墙 圆盖的那个 那就是东站口 东站口啊 人家为火车呢 上延级那边的火车 那边是桥 高铁 高铁它都在那里 那边那个叫雾松桥 然后那边那个叫龙潭桥 上这边看看 这边还有一个小厨房 这个下边看的那个江内亚 那就是北华大学 啥面都能看见景 对对啥面都能看见 这个窗一关吧 这车声一点听不着 啊 是吗 嗯 隔音好 隔音好 嗯嗯 哎 大哥你住人是不是挺舒适的呀 挺好的 亏小 就这个道吧 就下雨天那烧地车都烧 都沙水 这房子是全款买的呢 全款 买完那条是一百万 天大哥老家在交合 大哥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买的这套江景房 而他之所以选了这个一百多坪的大房子 除了自己住着舒服 还跟儿女时常回家有关 孩子从年过节 孙子啥一回来人多 要不搁不下 几个儿女啊 搁不下 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 两个公斤在这吉林 他家都在这不太远 还有儿子在北京 早已儿孙满堂的田大哥 就怕孩子们回家时住不下 所以他在吉林买了这处大房子 如今儿女也特别孝顺 大哥这家里啊 缺啥少啥 也都是孩子们给值班 按摩椅 孩子给买的按摩椅 孩子给买的 孩子都可能往回买东西了 孩子这也是都是孩子买的 这都是整间 整间 这是床单的 背罩的 这些也都是儿女给买的 是 这些都是毛巾 毛巾你说他们往回买 用不了这么多玩意 会衣服 都是孩子买的 管你的衣食不紧 女孩子非常孝顺 儿女都孝顺 这真是田大哥的福气 不仅如此 儿女还会时常带着他和老伴各地旅游 提到老伴了 大哥说了 他可是他们老家小有名气的中医 最开始俩人认识的时候 大哥还在部队当坦克兵 你也当了几年龄 相近五年 就当工人 我看你是坐着也挺直的 在部队上也得熏出来 走着也不敢冒腰 坐着啥的也不像一般的 就是高楼的 总是直着的 当兵回来以后 我跳到那个修拖拉机厂 在那块一待待了十六多年 后来又跳到两米加工厂 两个系统 两个系统没待几年 工厂黄了 我就自己往那社保 就够有个六七点吧 够数了 完十多位开下去 那你是六七点干啥呢 干点雷四公啥的 有时候绿公干过 盖房子盖楼啥都干过 现在开多少 现在三千 如今田大哥也退休十多年了 本以为儿孙绕息 田大哥也能和老伴近享天伦 可就在2020年 他老伴因肺癌 永远离开了他 他是肺 在那头一天晚上 我姑娘说 让我跟我老公说 您俩晚上回家住吧 别在他医院 我说我儿子和我大姑娘 去干什么 临走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抓紧快点好吧 跟我老伴说 快点好 然后回家 我当时他跟我点点头 哎呦 我心里有希望 可能能考虑 可能能考虑 这首歌 告告别人的 提起妻子的离世 田大哥不禁落泪了 他和妻子感情一直很好 以至于妻子去世后 田大哥一直难以释怀 去吧 一提到爱人 田大哥再次哽咽了 一直以来 田大哥的儿女也都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因此他们只要一有时间 就会回家陪陪父亲 是啊 只要父亲开心 做儿女的也会感到幸福 为了让父亲不再孤独 大哥的大女给他报名了 咱们原来不晚 希望他能早日找个伴 秀说是咱给大哥报的名是吧 对 是的 我和弟弟妹妹 我们三个人都支持 我跟我妹我俩是 每天肯定都是回去陪我爸 一起吃饭 他来陪我打乒乓球 啊 哎呀 就打乒乓球 就儿女的陪伴怎么也代替不了 就是这种有个伴儿两个人一起 做点就是这个年纪愿意干的事儿 是啊 儿女再孝顺可终究替代不了老伴儿了 这要是能找个伴儿能跟自己养养花 饭后能溜达溜达江边 这该多好啊 最起码就是得身体健康 你这接受病 没了病 这又来有病 这可够劲 你现在身体哪样的 身体还行 头几天刚做那个体检里边 血脂血糖血压都不高 得有那个社保医保 我做饭 我买菜 我提衣服 我收服 啥力量都我的事儿 谁跟我合适 谁干相互 了解了田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联系了 家住吉林的李莉 李大姐 李莉65岁 李毅吉林市日杂商店退休 退休金2400元 家住吉林 住房面积70平米 那我姑娘给我买的 我以前在北大小区 北大小区也挺好的 但是不是电梯楼 五楼 我要买点菜是买多了 或者是 特别是游一桶就时间 我要上去点费劲 以前还行 现在岁数大了就不行 那姑娘挺孝顺的 就给你买个电梯楼 我以为她开玩笑 妈我看你现在上楼 有点费劲 买点东西往上拿 我给你买个电梯楼 我行啊 这不是开玩笑吗 第二天找 快点起来 咱俩吃饭 吃饭饭去买 那你挺有福的 我说真事啊 你是开玩笑啊 她说 老太太你咋这么的 我就给你买 就这么的 该说不说 李大姐的女儿是真孝顺啊 趴大姐爬楼泪亭 就给她买了一个电梯楼 不光如此 这家里一旦缺啥少啥 也都是女儿给置办 冰箱姑娘买的 买算开门的给我 我喜欢 我那是单的 三星啊 三星的 洗衣机 那都是她买的 就棍什么的 海电 这灯她给我买的 我这灯是遥控的 你说你关灯 你下一关黑了 你再回来 拽的卡了呢 搬了呢 哎呀 你倒的会 你倒的会 这一关就得了吧 姑娘很暖 真的 她就知道这个妈妈需要啥 这个妈妈一天她想啥 有时候就说 妈妈你别 挣命里挣钱 你这呢 你啥都不用 你就身体健康 吃阿玛的幸福 我们就最幸福了 对李大姐而言 女儿格外孝顺懂事 可在女儿眼里 她也深知母亲 把她抚养长大不容易 因为早在三十年前 李大姐就和前夫理了婚 她出轨了 就是有白玉了 谁提出的离婚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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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心情是这事 伤心是真伤心 伤透心 后来他就送我说我一句话 我说不能过了 过不了 你要离开我一下 你哭着都酸不上 我当时给我钱 我说你记住 我离开你 我要饭吃都不路过你门前 离婚后 李大姐带着女儿相依为命 当时李大姐还在吉林日杂商店当收姻缘 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 但李大姐觉得很满足 可她心里一直觉得对女儿亏欠太多 前面请留下了 祝你 我去词 快点 来 他 快点 走 拍照 那时候最多一个月挣了多少钱 一天有时候都挣好一钱 那时候生意因为啥早啊 我干的早啊 也不搅得累 你都不知道啥时候醉 一点都不累 晚上我姑娘那时候还小呢 妈妈这回咱俩有钱了 我最会有了 买个名牌再挣点 妈妈给你买 我就出去给她买个主单 紫红色的可好看 就这样 李大姐开了十多年饭店 后来女儿也都成家立业了 李大姐也就不干了 如今李大姐吃穿都不愁 这身边啊 就缺个能相扶到老的伴了 人吧 人品好一点 别烂着着的 但有时候我也想这么大事 反正也不能了 我就两人 哎呀 就是好好的 我这一辈子没得过爱 没有过 他们就说 哎呀 谁谁谁对我可好可爱我 谁说吧 我没感受 从来没有过 我就不知道 主要是找这个人 不就是为了成个家吗 成个家 就你给我个家 我给你个家 两人 哎呀哎呀 就这么过日 我就找得挺好 了解了李大姐的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安排她和田大哥 见上一面 而平时喜欢养花的李大姐啊 还特意为田大哥挑了一盆花 当作见面礼 你要送给大哥啊 为啥行送大哥花啊 因为我喜欢花 我希望他也喜欢 啊 这个你看绿莹莹 那个那丑子 我有活力啊 希望他喜欢 我喜欢 把我喜欢的送给他 这李大姐和田大哥都住吉林市 俩人还都爱养花 而女也都孝顺 不知俩人能否签售成功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嗨大哥 你好 给你俩介绍一下的田春田大哥 李莉李大姐 李莉 你好 挺喜欢的 挺好 味言还行 大姐给你带了一个小礼物 给你带了一个剁肉 那就头一时间面 就拿一盆小花 不挺好的吗 大姐当时说了 说这个这盆我喜欢 我送他我喜欢的 好 是 养大适合你 初次见面 李大姐和田大哥都觉得对方还不错 对于李大姐的见面里 田大哥也觉得很有心意 喜欢养花的李大姐 也瞬间被田大哥家里的花所吸引了 这花也不熟 挺好 不开花的 这个是绿莓不开花的 这些都开 我以前养的也是不开花的 现在我又很久 这个叫什么 莫莉花 这是莫莉 这香 特别香 特别香 你那个多好 那叫龙骨 是吧 龙骨 那也不开花 你看大姐 是不是都懂 我再也不知道是啥花 大姐太老多了 这花开了好看 这月桀花像玫瑰 是 这个好看 可香了 这个好看 这没开花 你就知道是月桀了 是 月桀 大姐那花养的也可好了 哦 嗯 我没事儿 竟然花 她知道爱养花 这心里的爱好 有点儿香头 嗯 嗯 挺好的 有的人他不喜欢花 嗯 整些的话我干啥呀 灯海巴拉的 这也不喜欢的 你看她这都喜欢 嗯 因为她这也 那绿莓大叶根 跟我那一样的 养的也挺好的 养的也挺好的 嗯 现在还是兴趣爱好也想走了 嗯 这里大姐和田大哥都爱养花 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俩人 也逐渐熟络起来了 田大哥更是主动带大姐参观起了自己的家 这边有个卧室 嗯 那边有个卧室 啊 两个卧室 都能看着外边那个江江 嗯 这边有个小厨房 哎呦 这下面就是这个 这心情 就是你这一看的心情罗号啊 那边有那个北华大学中校区 这边能看着龙台山 那今天晚上能看着龙啊什么的 龙是今天在灯光打的 啊 看这边是那个厨房 啊 厨房 你这厨房很大 那这个地点是真好啊 是 什么都能看到 这个闪面都能看出这样的江流房吗 不多 嗯 一面的多 啊对一面多 我春天就走的 这吃了饭就这么走真好 是是 那今天虽然说这也是一流的吧 嗯 靠江边 嗯也行 看来李大姐对田大哥的住处很是满意 而当李大姐得知田大哥有时还在江边跑步时 他不禁感慨起来 一直跑都能接不着 哎呀还能跑 真心 慢跑 身体好 慢跑没问题 身体素质好 你一瞅你看 这身材也好 大哥今年是76 76周岁77毛岁 77毛岁 75年了 嗯 他是头发没染的 那比我 那按这个地方也有点翻白了 那按这个岁数来说那是 那身体不错了 那不算白 大点就大点 反正是大点是大点 你身体不错 嗯 你也挺好的 反正你 你这么看 我俩也塞在一起 也看不出 没有太大的差别 是不是没差距股是那么大 对而且 主要大哥头部都没白 嗯 李大姐觉得 即使两人年龄相差11岁也不是啥问题 因为田大哥身体还很硬了 这多多少少也跟他平时不抽烟 不喝酒有关 也是 不喝酒也不抽烟 他讲不抽烟不喝酒太好了 我特别不喜欢抽烟喝酒的 特别抽烟 我给他跟你讲 咱们抽烟一身味 我这个烟烟 闻着我就咳嗽 咳嗽且没完 我就喜欢不抽烟不喝酒的 因为我是烟烟的 怕烟呛 怕烟呛 有的时候就是一走一过谁要抽烟 身上都有烟味 我也是 我就闻着那味就收不了 田大哥不抽烟 今天正好对了李大姐的心思 李大姐也对田大哥好感倍增 侯娘决定 再加把劲 撮合撮合俩人 大哥说 谁要跟他在一起 怎样想火啊 是 肯定的 吃得住就想火 我洗衣服 我做饭 我买菜 我擦地 全能了 现在全是一条龙 都不用 咱说这应该是我干的事 你不能要眼睛去做 男人嘛 你总要给你留个面子 比如说这个工作 这个洗衣服干啥呢 完来人了 你要不要 您男人那是脸没问题 再说我也不好意思 要你干啥呀 连衣服都不去撒 压老头儿还去做 从我良心上来说 也过不去 这家里虽然是没有啥 你洗衣做饭 这个就是女人的事 你俩人在一起 说这个事都不是你的活 你就不要干 你也别抢 跟着我抢 也不一定非得是谁的活 两人在一起 就是说 人家咱喜欢吃点什么 我会做 我就不愿意下馆 面食 我最贵了 你有爱吃面食吗 面食我也会做 从来我刚整理蛮肉 你看 露脸我都会 我感觉没有不会 太厉害了 一跳楼 我都不敢吃生 我都怪熟了 比我还厉害 你看看 这俩人真是越唠越对撇子呀 可眼瞅着俩人 越来越合拍时 李大姐却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不知道田大哥 会不会有啥想法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就在田大哥和李大姐 越唠越投机时 李大姐这头提出了 他在意的儿女问题 田大哥会有啥想法呢 三个孩子我就怕 今儿的姑娘来了 给出个招 明儿的姑娘说 整整整这个老头心里 整散了 大姐这时候有个顾虑 就是怕儿女 他问一些辛苦的事 我为啥呢 这个就是我一个同志 我们两个特别好 他这找了好多年了 他夫妻俩特别好 孩子回去就是 他爸爸实际说起来 就是这个男的 他没有主意 他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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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给他俩整黄的 你像我同志上我的好多哭 当时我也挺生气 我替他也挺难过的 我当时我说 那我妈 以后要找 这不能找孩子 那孩子 除了一粗粗粗粗粗粗粗 你像比如说 我们两个过日子 肯定有时候会有矛盾的 是吧 有意见不同意的时候 那孩子 你比如说话 一跟孩子说 孩子跟你这么的那么的 一出招 我一心也挺那啥 也害怕 有时候我也挺害怕 这件事的 他们就以我的意思为转移 这上海一点就是 反对意见啥 不会有的 我这上海的话 都不会有其他的意见 嗯 他们就认为啥呢 只要我满意 他们就满意 李大姐 就是大哥这个名 还是大哥的女儿给报 嗯嗯 那就好 都是这个态度 为了让李大姐彻底放宽心 田大哥决定 给大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让李大姐和女儿通过视频 彼此熟悉熟悉 你好 信号不太好 你好你好 这是 这是大哥大女儿 这是大姑娘 你好 几点下班啊 我们四点半 四点半啊 咋样呀 俩人俩人就感觉不错 也好 配不配 我说阿姨那个皮肤也好 气色也好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会说话 嗯 古人会说话 会说话 我们家我老爸 现在就是我们全家最关注的中心 就我爸幸福最重要 哈哈哈 特别幸福 我爸在生活方面呢 就是有一个 小阿姨这么 就是说身体也健康 然后性情也好的 大姐 辛苦老好了 哈哈哈 对 这点你放心 我 你爸 我一看他 我也挺满意的 嗯 身体也好 人也好 人品 都没得说 嗯 结果我们在一起 你放心 我就由我来照顾了 哈哈 这多好一家人 啊 和和气气的 你看家里收拾的 都是我爸自己洗涮呢 做饭呀 什么都爸能干 嗯 刚才说了 以后洗衣服做饭什么 他还 我说这个不用你了 别跟我抢 哈哈哈 是吧 吃饭的人又不多 就姑娘儿子回来了 怎么家就这几个人嘛 你也可以商量着来 你也别自己干 哈哈哈 好孩子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说你要干成家务 然后他说不能 人家你一个人干 很好意思 就是我爸也会干 嗯 嗯 你挺尊重我 他这话说也挺好 这看我爸的小脸 一高兴了 一笑了 我当时就开心 哈哈哈 笑了哈 这孩子真好 嗯 好好好 太满意了太好了 你先忙吧 忙工作吧 行啊 那好了啊 再见 哎好 哈哈哈 哈哈哈